上头的李安妮 今天呢想来应聘 淘宝平面模特或者直播带货 这个岗位 请大家给我多多指导 谢谢 欢迎你安妮 来 请让帮忙点小哥 来自广东是吗 是的 您对喝茶有了解吗 我从小到大就喜欢喝茶 因为我是出自上头的 上头的功夫茶很有名 是的 然后受家里人的熏讨 我从小到大就很爱 很热爱茶文化 我觉得茶艺能给我带来 就是身心的宁静 能给我一片 就是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对对对 你会煮饭吗 我会 我很喜欢烹饪 虽然说很辛苦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一个上头女孩子这样子的 有人说 爱做饭的女孩子 都特别恋家顾家 你认同这句话吗 是的 我就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很挚爱生活 而且我的生活是比较自律的 就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喝酒 也不喜欢泡夜店 我就是比较宅的吧 但是呢 我也比较 我是一个吃货 所以我会研究各种美食 喜欢做美食 对 你和家人的关系怎么样 我和我奶奶的关系是最好的 从小到大 和奶奶的关系 对 是奶奶最疼我的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 晚一个小时回家 她都会打电话 然后我出去玩的时候 主要超过 没有12点前回家 她都会不停地打电话 去去关心 你刚才不是说 你不泡夜店吗 那你超过12点回家 超过12点的话 我就和朋友去吃烧烤 吃夜宵 对 吃夜宵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美食 你要约会的时候 奶奶会一直打电话吗 她就不会去打扰我 就是她就愁我没男朋友 现在没有男朋友 没有 还是单身 是的 那你今天来非你莫属 奶奶知道吗 我奶奶的话 是2019年就去世了 对不起 对对 她去世了 然后对我打击还是挺大的 我伤心了 整整有半年多 哭了三个月 每天晚上注税的时候 我就感觉自己 是一个美人团的孩子 就觉得很孤单 然后我不知道 生活是为了什么 然后我不知道 每天是要做这些 这么努力去工作 是为了什么 就觉得很空虚 就感觉 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了 对 来 我跟你聊聊 你的过往经历 11年到13年 在一家房地产公司 做行政 14年到18年 在一家电梯公司 还是做行政 对 你做行政做了 前后做了七年的时间 是的 是因为你的第一学历是这个 还是说你喜欢行政这个岗位 带给你的一些成就感和获得感 主要呢 就是我的专业 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而且呢 这个呢 是一个给人体面的工作 我家里人还是比较传统 希望我呢 就是安安稳稳的去上班 然后时间朝九晚五的工作 时间到了就下班 就还是比较传统 所以我就 可能因为他们的原因 我也坚持了 那你想干行政吗 诶 不太喜欢 实话 我不喜欢 不太喜欢 因为我感觉太枯燥了 所以你最后实在忍不了了 离职原因是不甘安于现状 是的 因为我已经憋了很久了 你其实是不甘安于他们希望你的现状 是的 你想做自己的离安 对对 想过离安 你真正想过的日子 是的 那好 你告诉我 你19年到目前为止 做的这个 某家教员摄影团队的合伙人 都做什么 就是我家教员呢 是我和我表姐一起合开的 在上头 因为我表姐她是幼师出生 而我呢 就比较喜欢小孩子 我就希望能给孩子们 就是在他们上学后 能给他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然后呢 也会请营养师给他们搭配 营养 目前有 一百多两百个学生 但是受到 疫情的影响 就没有 怎么增加 还可以 就是经营方面还可以 你的特长爱好 我看到了有摄影 茶艺 舞蹈 瑜伽 请问 给我和企业家们解释一下 这个美人鱼是 美人鱼的话 是以美之名 就是呼吁大家 就是保护海洋 爱护大自然 我也就是因为在那个海洋馆里面看到那些美人鱼的表演 就是从内心就很震撼 就想 觉得 哇 这个好美啊 就也 之前我是不敢往这方面去想的 它是一种运动吗 是的 就潜水 就是吸口气 然后就潜水里 然后你的下半身是美人鱼的造型 是的 就游 就游 有点像蝶泳的感觉 就是也很有艺术感 很有美感 然后我呢 也喜欢美的东西 然后这也是一项健身 然后能给自己带来勇气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怕水的 但是我看到资料当中还有一段介绍 就是你现在 在做美人鱼极限运动这方面的事情 推广 那你现在合伙人这个还做吗 摄影 摄影合伙人 你有带来什么样的资料 能够让我们看看你的摄影技术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了解一下 你目前玩的这个美人鱼的这个极限项目吗 可以 就是摄影的话我是做模特的 然后我也会懂一点摄影 就是机位构图还有对焦 当然我还不算很专业 有资料吗 有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些是你参与拍摄的这个平面模特的这个作品 对对对 安妮啊 我看到你这个摄影团队合伙人的月薪啊 是六千到两万 然后这个的变化是取决于什么 单 就是接单 接单方面 刚才你是被拍的模特是吧 对 除此之外你不做别的事情 有我和摄影师 有我和摄影师因为我的话就是我 嗯 201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考了那个瑜伽证 我是各种瑜伽教练证都有的 哈塔 普拉提 球瑜伽 轮瑜伽 空中瑜伽都有 然后我接触的都是女性比较多的 还有美容仪方面 所以我的就有和摄影师有合作 就是商拍 旅拍 街拍 这些全国各地都可以接单 你刚才提到跟美容仪也有关系是吗 对 因为我这次都是女性 那你知道现场除了你的异象企业 大林天地之外 有一家企业和美容仪是完全正相关的吗 来顺着我手的方向看 那边 在这里 这里 深圳的企业比你老家很近 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美容仪的异性品牌 一个新人品牌 然后我们在 美容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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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个普通话 美容仪 国内一线的美容仪品牌 太激动了 我们做专业做这个美容仪器 然后我们是小米投资的小米生菜链 就非常符合你的这个对产品的 我刚才看你有写的时候 你想充分地展示这个产品吗 是的 就是充分地能满足你的这个需求跟愿望 我们展示的特长 对 我们就有一个画面感 就是那个美容仪在水下拿着美容仪 对 我刚才也在想 其实现在就是说各种的这个新媒体的这种运营 其实多种手段的 就是你不能上来直接简单突爆地卖货 更这个有内涵一点的 其他的一种销售方式 就比如说 就是针对女性用户的 我觉得那可能更高级一点 萧总 我对您提个小意见 你不能来个美女 你就说适合你 来个美女 就适合你的企业 我们企业也适合 我们企业 做企业服务的 也需要这样的女生 来吧 我们再来问一下我们的求职者李安妮 您对期望薪酬有要求吗 八千 八千哈 工作地点呢 在广州吧 广州 其他地方考虑吗 暂时不考虑 暂时不考虑 好吧 来 企业家根据刚刚安妮的综合表现 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来 有请 你的这一个广州 可能会让一些企业家 就打得退堂鼓掌 不过还不错 谢谢 有三位企业家 认可你的表现 接下来进入到你的 下一个环节 名字叫做 天生我有才 我想为大家展示的是茶艺 茶艺 哇 太好了 来 我们掌声欢迎 现在呢 我想邀请萧英老师上台来评我的茶 好 谢谢 现在呢 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 称三才碑 盖为天 脱为地 网为人 一名三才碑 这个是公道碑 品名碑 茶肉 这是我们的水手泡 现在呢 让我来温一下碑 温碑可以这样 清洁一下茶具 也可以让茶香 更好的上沙出来 然后我们泡茶的话呢 头泡是要冲掉的 因为要洗掉茶的灰尘 然后我们倒茶的时候呢 尽量到七分嘛 就是留下三分是人情 现在请萧英老师喝茶 然后我们南式握杯呢 就是我们的拇指 鱼丝跟手指这样黄抱着 茶杯 这样的话显得更加的 有品味和霸气 一味大权在握 然后女生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食指 还有中指 清底 然后敲一下兰花指 会显得优雅一点 然后再我们一起去 我们喝茶的时候呢 是分三口喝的 第一口呢 是释茶温 第二口呢 就是闻香 第三呢 就是可以戳 就是在我们的空气 进入我们的口腔 去更好的体会 这个茶的清香 茶很香啊 我怎么觉得 你像那个硬而进的 喝酒的那个状态 确实渴了 味道也不错 而且这个泡茶的过程 很享受 真是 是清香的 还是酱香的 我们现在如果这个 在外面就是请个茶医师啊 有公司来个客人啊 泡个茶 一小时的话 大概要三百块钱 你把他请回去以后 我觉得至少一个月 省加八千块钱 对 潘姨说的有道理 我们安妮要是能加入我们公司 我觉得从此喝茶 就喝的不是寂寞了 喝的是意境 原本我也这么计划了 结果人家只去广州 谢谢萧总 好 谢谢安妮 好的 我没喝上咱们求职者泡的这杯 汕头功夫茶 但是我倒是通过大屏幕观察啊 我觉得她在整个这个展示的过程当中 她蛮享受的 而且她的那种专注 让我觉得你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件事 接下来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你的职场情商 看看一个喜欢功夫茶的女性 她的职场情商怎么样 因为突然的暴雨 你在实习的第一天就迟到了15分钟 你会怎么和老板说 我就是会说对不起老板 我今天迟到了 就是该罚款什么的都可以 但我会真正努力去开启这一天的工作 会好好的去去投注这个工作 雅云老师给她鼓掌 觉得她说的怎么样 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然后呢春莹老师就在一直在想 思路不错 您点评一下呗 我觉得也是说的特别好 谢谢 她有两点 第一个她就说承认这件事情的错 我不辩解 就是情商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不要掩饰自己的过错 第二个她又扭转了 说我下一次一定会把它做得更好 其实是把这种弱点 变成她以后进步的一个长处 这是她在情商过程中特别好的一点 李玄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有 我就说我感兴趣是直播带货这部分 有没有尝试过直播带货 我没有尝试过 因为我是比较 还算有点内敛的 而且我的口才也不算很好 所以我没有带过货 但是我 我觉得这个项目很火 我就想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 一个赚钱的机会 安妮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选择异象企业是大灵天地 然后你对大灵天地的了解有多少 大灵天地是一个传媒媒体公司 你为什么选择呢 是个传媒公司 就我觉得 也有直播带货这一块 我觉得跟我比较接近 体配的时候 我就想去 但是大灵天地的公司是在北京 你只考虑广州 那你为什么选它 因为我觉得直播带货在广州 应该也可以的吧 只要有产品 也就是说你是不可能去北京上班的 上次是这样的 了解 来吧 就剩下你们三位了 我们来看看 三位企业家会做何选择 请 来 进入到李安妮的最后时刻 谈钱不想感觉 来 赵爷 我们公司叫米股智能 其实我们的品牌叫Inface 然后Inface呢 是国内的一个新锐的美容仪器品牌 然后我给你的这个岗位 是这个公司的 官方媒体平台的一个主播的一个职位 然后当然也不限于未来的 就是你的发展空间 比如说做运营港 或者说做其他的策划的这个岗位 薪资是10K加 后面的会有一个绩效的提成 对 然后工作地点在深圳 好的 谢谢萧老板 好 安妮 你可以问萧嫣 你比较关心和想了解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直播带货的话 就得在深圳是吗 还是说可以在广州 可以在广州 那可以 我觉得可以 没问题了 好 接下来考虑几秒钟 然后告诉观众朋友和我们 你最后的选择 是不是萧嫣那里迷古智能 来 考虑时间 现在开始 来 安妮 告诉我们 你会选择 萧嫣吗 我愿意去萧嫣老板那里学习 好 祝贺萧嫣 恭喜你 来 跟我们萧嫣握个手吧